美东时间4月4日下午2点15分 特朗普的案件开庭审理 特朗普经过了一段对媒体开放的走廊 他暴露在媒体视线下只有短短几秒钟 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喊话提问 但特朗普一言为发 在纽约曼哈顿座无虚席的法庭上 特朗普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 以及在2016年总统竞选接近尾声时 向两名女性支付封口费的阴谋表示拒绝认罪 这份起诉书是第一份针对前总统的起诉书 在法官胡安莫钦主持的简短诉讼中被公开 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教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lmo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站 详情请咨询626-286-87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